你们最好到那边整场都给我乖一点 不然的话我就一起发泄 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 其实养育儿女真的是帮助我们成长 帮助我们成熟长大 好所以这个是奖励法 你们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这边的 你就可能需要说 对不起我需要 calm down 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 maybe maybe要是 对对 因为我需要解决这个事情 然后我自己的心情也不太好 所以我们可以改天吗 但是呢事实上就像刚刚讲的 那孩子打破窗户 他是故意的吗 他会不会害怕 他肯定害怕的 他现在闯了大祸了 那孩子需不需要负责任 需不需要 也要 他也需要的 那是什么负责 可能我们需要换落地窗 你如果是有给他 离用钱的话 可以从离用钱里面去扣 就是说还是要给他负一些责任 然后他会学习 就是怎么样 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 但是呢 你若选择要去 你就要开开心心 高高兴兴的去 你就要学习把它放下来 我们圣经是怎么讲 我们的平安是跟这个环境是怎样 是没有一定的相关联的 在困难当中 我还是选择要怎样 要喜乐 是不是 这不是上帝的教导吗 不是圣经的教导吗 患难中要喜乐 这个人是有什么毛病 自虐狂吗 不是 这是上帝教导我们的 在患难中要喜乐 最后一招了 终于讲到怎么打了 都已经用完了 OK 绝招 绝招 是吗 好 我看一下 好吧 不要无止尽的使用奖励法会养成功力主义 我也忘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电脑上没有 会养成功力主义 应该 我忘了 我等一下再想想看 我已经忘了 我在写什么 体罚 我们回来再体罚好吗 你那个就空着吧 你自己想要怎么填就怎么填 小时候被打的记录 有多少人还记得是什么事 太多了 但是什么事 specific 确实是什么事 有没有打猪 用丢的 然后我爸过来就撑起来 然后呢 他爸是没有打过你 嗯 好像 好像 我身上什么地方 嗯 有打得很痛吗 很痛 很难受 嗯 然后我就一直酷啊 酷啊 然后在那边不动 哈哈哈哈 然后后来咧 然后后来就 然后后来就 后来就不记得 嗯 他有常常打你吗 不是 所以啦 不常打的时候 打一次就记住了 常常打你就记不得什么事了 你只记得被打 我记得很清楚 嗯 每一次都记得很清楚 啊真的啊 你常常被打吗 不常常 所以嘛 所以嘛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我常常被打 常常被打啊 所以你记得什么 记得什么事吗 我记得很清楚 哈哈哈哈 那你记得什么 嗯 那次 用头把棍子打我 嗯 然后呢 是什么事 打死了 我还是挺 你结实的哈 你比棍子结实 但是 你说 每一次都记得吗 打不敢 哦 还有什么事 他生气了 每一次都记得 每一次 跟他生气就会被打 嗯 大一点 青少年的生气 我觉得上次 如果以后 一般父母都会打我 对 都是小的时候 嗯 上了中学的时候 基本上不会 不会打 不大 比较不会打 嗯 还有嘛 还有没有别人 还记得什么 哈哈哈哈 你会记得 你去吃吧 是吗 而且他记得好清楚嘛 所以就是 常打 其实基本上 是记不太住 嗯 我有一个 也是 男的弟兄 他说 他也是被打 常常被打 他有一次 被绑在 在那个 椅棍子上面 啊 他爸爸把他绑在 椅棍 那种长椅子 这样绑在那上面 打 你们这边呢 广华有没有被打 广华打人的 哈哈哈哈 我说你小时候 有没有被父母打 嗯 小时候有没有常被打 记不清了 有没有被打呢 常挨打就是了 OK OK 基本上是这样子 小时候被体罚 长大自己当父母 猜猜看 有几个百分比 百分之百 会打小孩 我还没讲完 你们就讲 小时候被体罚 长大的 长大以后 自己当父母 有百分之九十 会体罚小孩 有些被打怕了吗 有些是说 打怕了 长大以后 就发誓 以后就都不打小孩 但是还是不容易 哈哈 你们有没有打小孩 我以前呢 在 亚太家庭服务中心的时候 因为是跟联邦政府合作的 所以呢 我在开这种亲子班 都会有法官 判他们要来上课的人 家长就来上我的课 那当然不是全部 大概一般有一两个 有时候到最多三个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跟其他志愿来上课 是不一样的 OK 然后呢 我都跟他们讲 第一堂课就跟他们讲 因为我是教师 医生 教师 护士 只要知道 你在家里有体罚孩子的 我都要很小心 而且我都要往上报 我都要去报警 或是报社工 我要打电话去 去报 为什么这是 这是美国的法规 规定的 规定 嗯 牧师基本上 比较 比较没有那个规定 教师 护士 医生 然后 所以我 上课第一堂 就告诉他们 你们有没有打小孩 请你不要告诉我 我不想知道 因为你告诉我以后 我很麻烦 我如果不报 我自己要吃瓜恩斯 所以你们就不要讲 只要知道说你在家里面有使用暴力 夫道员也是 对没有错 社工之类的 社会 嗯 但是不管怎样打法都要报吗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打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华人都会打的啊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都不要告诉我我也不想知道 我怎么知道你怎么打啊 我不知道你怎么打啊 你不能告诉我说我在家里都带打小孩的那我就很麻烦 我就要知道那你是怎么打的 那圣经里面不是讲说 等一下我马上讲 等一下我马上讲啊 OK 请问你打小孩的时候 我现在已经不是这个联邦政府的啊 所以 打小孩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时候越打越气 对 就会打到失控 我被打了 哈哈哈哈 再看有百分之多少的家长 他承认说他打小孩的时候 会失控 越打越气 本来还没那么气 越打越气 打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跑 嗯 他就给你打了 然后他说你跑了我不就没事了 就打不到你 就没事了 哈哈哈哈 我妈不行啊 我妈你要是越跑越打你 哈哈哈哈 所以还看孩子啊 被推诊打 被推诊打 他就想下 只要追不上 他就生气了 好啦好啦好啦回来啦 几个百分比的会承认他打的时候会失控 猜猜看 �生氣了 好 哈哈啊 對了 这是美国人的调查 所以百分之三十 几个 哈哈哈哈 百分之三十 承认他们打的时候会失控 那么百分之七十的人说 我打孩子 因为我要教他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但是我们现在学了好多招 有没有 从1到11 有11招了 要怎么样来管教孩子 70%的人是想要教孩子对或错 所以用打的 可是教孩子对错 我们需不需要用打的 OK 我告诉你最好不要用 为什么 第一个体罚是身教 你在教他怎么你知道吗 第一个你在教他用暴力强炮 强迫别人做我也要他做的事 你不听话 我就怎样打你 用暴力强迫对方 要做我要他做的事 想想看 如果一个五岁的孩子 在学校上学打了另外一个孩子 老师跟你讲 说你的孩子今天打人 然后你听了就很气 你就啪就打下去 请问你在做一个什么事 你在那个kindern garden 差不多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孩子在家里面有没有被打 因为他会打人的 特别是男孩 在暴力强迫别人做我要做的事 而且用暴力来处理冲突 然后呢 有一个家庭他就是说 哥哥就去打妹妹 妈妈就说 你为什么打妹妹呢 哥哥就说 因为我爱他 为什么这个哥哥会这样讲 因为废母也是这样讲的啊 父母在打他的时候 就是我爱你才打你的 我怎么不去打别人 所以错以为是爱的表现 还有 父母会跟孩子威胁 你如果让我知道 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那意思是什么 不要让他知道就好了 我去做这件事情 我就是怕挨打而已 如果他不知道 就不会被打了 所以他是心存什么 侥幸 这个孩子呢 他没有办法学习 自我约束 我们整个的教养过程 就是希望他增强他的自信心 增强他自我约束的能力 但是呢 你如果用体罚 没有办法学习自我约束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用恐惧来管教 让他怕被打 他只不过是因为怕被打 他不是觉得这件事情好 他需要这样做 而且呢 很难一致使用 为什么 很难一致使用 看你那时候心情体力 有时候打人就打得很用力 因为你那天吃得很饱 有时候就没力气随便打两下 所以没有办法一致使用 而且呢 除了自己的心情跟身体状况不一致以外 还有呢 孩子会长大 刚刚Cassie说 哇 以前都常常看到那个父母 追着孩子打 小时候你还追得到 大一点你就追不到了 我跟你讲 我有家长告诉我说 他 他要打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就跑到后院去 追给他 他最后都追不到他 就跟他讲 有种就不要回来 那就麻烦了 因为呢 体罚的时候 我们 怎么会在这里 好 这个是愤恨意怒 跟自治的心比较低 OK 有家长跟我讲 说他呢 从小长大是照三餐打 照三餐啊 三餐 一天打三顿啊 但是哈 他长大 你说他是不是一个 会控制情绪的人 很难 不会 然后他也是很容易生气的人 而且他的自尊心很低 因为常常被打 打到变成没有自信 没有自尊 有一个 一个姐妹哦 她说她常常被她爸爸 打 打 然后他们家有一条长廊 她就这样一直打 一直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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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到那个 最边边那里 一个柜子 她说那个柜子都凹进去了 常常被打 但是你平常 你看这个姐妹 你会觉得她好像很凶悍 然后谁都不能碰她这样子 为什么她会这样子 因为她要保护她自己 OK 因为她没有自信 她没有自信 她就要先武装自己 让你们都不敢来惹我 OK 没有自信的人 她会保护自己 然后会武装自己 那都是假面具 她的后面是什么 是自卑 OK 造成自尊心比较低 这她自己来跟我讲的 她说别人都看她好像很强 其实她很自卑的 而且你容易失控 我们刚刚讲的 我先讲了一点 失控 我们打打打 打过分了以后 我们会怎样 就像你刚刚讲的 你爸爸说 你怎么不跑啊 我们会怎样 内疚 心疼 然后呢 后悔 然后呢 就把孩子抱过来 疼一疼 然后还干脆 带他去吃冰淇淋 有没有这样子的 父母 有 然后这样子 其实是更糟糕 为什么 小孩很混乱 而且平常 她得不到你的注意力 然后她做坏的时候 你打她了 打完以后 你就爱她了 然后还带她去吃冰淇淋 她喜欢这个感觉 所以她就怎样 她就要坏 这个就是暴力家庭的 psycho 循环 暴力家庭就是这样子 暴力家庭呢 就是 这个先生打了老婆 然后老婆就 哇 被她打得很严重了 以后那个先生就来求饶了 对不起了 我实在是不应该 不应该这样子了 然后就爱她 送花 什么东西的 然后这老婆就 很喜欢这种感觉 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 就很想爱打 真的 是这样子 因为她很想要的是那种 蜜月棋 你的孩子也一样 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 她会很想要 然后就故意惹你生气 然后让你来打她 打完以后你会疼她 帮她抹药啊 然后 你不要这么坏啊 哎哟 我带你去治病啊 所以不能这样做 很难一致使用 然后呢 你会跨越 虐待儿童的界限 在美国呢 虐待儿童是 他们很保护孩子的 是 是要 要吃官司的 圣经有讲到 刚刚来 白玲 你说什么 赶快 现在可以给 虽然给你说了 我们讲到这里了 你刚刚说什么 什么什么 你要杖打你的儿子 你的心不可以认他死亡 那我们就很喜欢 很喜欢这句话 我们要杖打孩童 要感触他的愚昧 所以我们说 圣经不是说 可以打孩子吗 OK 这就是我们常常呢 就是 断章取义 圣经讲到这个杖 都是 都是 就是牧羊人的杖 牧羊人有两只 一只是短的 一只是长的 长肝跟短杖 这两根 这两根是做什么的 赶快把它勾回来 然后短肝是做什么 羊 不是 羊是很笨 是非常笨的动物 所以呢 你把它打死了 它都搞不清楚 怎么回事 所以 没有一个牧羊人 会狠狠的打羊的 他的那根杖 是要去敲他 轻轻的敲他 告诉他该走了 该走了 我们换下一个地方了 所以是指引的 是discipline 不是真的很狠的去打他的 我们都很喜欢一篇经文 这个诗篇23篇 诗篇的珍珠 我们都会背 来我们一起来背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不自缺乏 他使我躺过在青草地上 引我到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 引我走义的路 我虽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 停 停 停 因为 停 停 停 因为什么 因为你因为同在 然后呢 停 停 你的杖 跟你的杆 都 怎样 打死我 你的杖跟你的杆 都怎样 安慰我 不是打死我啊 为什么杖跟 因为我走错 你告诉我 你用你温柔的爱 把持神爱索 把我勾回来 我该走的时候 然后你告诉我 说该走了 我坐下来 我没力气 你会来看我 你的杖 跟你的杆 是安慰啊 不是打死我啊 拍呀 跟你讲说他打也没用 他根本不知道你在干嘛 他很笨的 没有牧羊人会狠狠地打羊的 只有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羊很stubborn 非常的stubborn叫做什么 固域 他很顽固 他很顽固的时候 有一个情况 这个肝 会去打断 羊的脚 会打断 真的打断 然后呢 你知道怎么样吗 抱回家 抱回家 再把他裹伤 然后这只羊呢 就听话了 神到最后 他还会做这个绝招的 但是呢 基本上 基本上 牧羊人的杖跟杆 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喜欢这篇诗篇 因为他是为羊舍命的牧羊人 他的杖跟他的肝是安慰的 不是打死的 所以你不要断章取义 好来 我们现在就要讲了 打哪里啊 可以打 加州 有一个 恩典部位 臀部 臀部是哪 屁股啦 为什么不能 为什么可以打屁股呢 因为那里肉多 会痛 可是不会受内伤 脊柱 脊椎 OK 尾椎 对 OK 所以呢 加州法定部位是臀部 因为那里肉最多 但是 但是后面还有 还没讲完嘛 打过 不能有任何皮肉伤痕 也就是说 他不能红肿 他不能留痕迹 红都不行 OK 你不管你身上 有任何的痕迹 红 橙 黄 绿 蓝 垫 紫 都不行 那还打 只要你的孩子身上 不管是屁股 Anywhere 有颜色 红 橙 黄 绿 蓝 垫 紫 有时候会有紫色 有没有 快好了 只要老师 护士 辅导 医生 看到的话 他都一定会报警 可以报警吗 还是说有什么 可以报警 可以去关怀 我告诉你们 在家 在美国的儿童保护 基本上是这样子 一般的儿童虐待的定义 第一个是身体虐待 只要他的身上 有任何的伤痕 红尘黄绿蓝变子 刚刚讲的 还有那种叫做 Shaking Baby Syndrome 就是那个baby 一直哭一直哭 有时候心 父母不会痒 不知道怎么办 就会跟他拿起来 这样晃 你可不可以停了 不要哭了 叫做Shaking Baby Syndrome 因为baby的脑 是非常的脆弱 它就变成 有脑震荡的现象 叫做Shaking Baby Syndrome 好 所以 你只要给他拿起来 摇汗 打一个耳光 推他 这都算是身体虐待 我有听过一个例子 他就是在 飞机场等飞机的时候 他的孩子不乖 这父母受不了他 这妈妈就从他的头 这样给他 啪 过去 他后面站了一个白人 就跟他妈妈讲说 你不可以这样子打孩子的 这妈妈就恼羞成怒 这是我的孩子 我要怎么打就怎么打 啪 就再打一下 马上就 他就叫警察 他没上飞机以前 就先被警察抓走 身体虐待 所以 你如果在Parking Lab打小孩 被人家看到 因为很危险的 OK 第一个是身体虐待 第二个是忽视生活的需要 也叫虐待 总共四个 第一个是身体虐待 第二个是忽视生活的需要 也叫做虐待 如果你把儿童单独留在家里面 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就好 一发生事情 你最佳一等 你叫做儿童虐待 再来性虐待 给孩子 有不当的性接触 乱伦 或者是给孩童 暴露于色情的情境当中 也叫做虐待 第三个是情绪虐待 就是刚刚 我们姐妹讲的 情绪虐待 就是对孩子过度责骂 羞辱他 恐吓他 家里面的气氛很不好 也叫做情绪虐待 那么一般我们华人的父母 我们觉得说 我是关心他 所以我才对他凶啊 但是呢 在美国的法律 如果你过度的责骂 会伤害小孩子 弱小的心灵 好 那我们华人喜欢打小孩啊 我们说欲不拙 不成器嘛 但是呢 在美国是说 你故意把痛苦 加在孩子身上 就叫做虐待 那我们华人觉得说 大人不在嘛 那就兄姐照顾一下 弟弟妹妹 没什么了不起嘛 在美国 14岁以下的儿童 任何时候都要有成人 14 14岁以下的儿童 要有成人 或是更年长的兄姐 就是说要有16岁以上 好像16还是18岁以上 才可以有这样子可以应付紧急事情的 的人在家里面才可以 那有人说 那我在美国就不要当父母了 OK 在美国呢 他会鼓励你用非暴力的方法 非虐待性的管教方式 然后有这样子要有很多 有 所以有一个要打孩子 另外一个就打孩子 就觉得这件事不该打 然后就变成了他们两个夫妻 这边在那里 是 是 对 那这样子的时候 夫妻要加强沟通 夫妻要站在一个阵线上 基本上呢 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说法 说一个人扮黑脸 一个人扮白脸 那我就要告诉你 两个人都要一样的脸 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会钻漏洞 他跟这个讲不通 他就去跟那个讲 然后就在中间钻漏洞 那你其实呢 你夫妻两个的感情 也会被他们 被这个孩子这样子弄得 好像挑拨离间一样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 两个人都是一定要站在 同一阵线上 我有一个家长 他的孩子 baby 然后他有一个baby 这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 然后 他稍微大一点的要上学了 然后baby在家里面 所以他去接那个孩子的时候 他就请保姆 到家里面来看他的孩子 然后呢 有一次呢 他去接孩子 然后回来以后 保姆后来也回去了 那晚上帮孩子洗澡的时候 发现他头上一个包 哎呀 他不知道什么东西 结果他们就带去给医生看 晚上 去emergency 结果医生问他说 你这个包是怎么来的 不知道啊 没有什么事啊 就是 他就一个包 那你中间有给谁带过吗 有掉下去吗 有撞到什么吗 都不知道 都没有啊 然后baby sitter呢 有没有把你撞到baby啊 不可能 那个baby sitter非常好 以前我老大也是给他带的 不可能 那有撞到baby sitter 一定会跟我讲 他都没有啊 所以都没有 都没有 问不出什么东西来 那我刚刚讲了 医生只要看到孩子身上 有 有什么东西的话 他就需要怎样 因为他问不出一个合理的原因 所以他就报警 那天晚上 十二点 警察 社工 四个人 三个警察 一个社工 十二点给他敲门 砰 就跑进来 然后就 把他的老大叫起来 带到客厅 然后就问他 他们也去看 baby睡在哪里 然后呢 那个社工是很有技巧的 他就开始跟那个老大讲话 老大大概五六岁 还是六七岁我不太记得 反正就在那个年龄 他就问他说 先问他名字啦 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然后就问他说 你在家里面 爸爸妈妈妈会不会打你 马上就要套这个孩子的话 还好这个孩子 机灵的不行 这孩子跟他讲 没有 结果呢 社工跟警察呢 来看一看呢 还好嘛 就走了 结果他爸爸妈妈就问说 哎 我们平常会打你啊 你怎么说没有啊 因为我知道他们问的是什么意思 哎呦 好聪明的孩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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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知道吗 不是那么一次哦 接着又两次 都是不 没有通知就冲进来 还是因为那一次吗 就是因为那一次 然后那个社工继续的 还是继续来看他 然后呢 跟他讲说 你们的管教方式需 可能需要去 去上一些课 对你们有帮助 OK 我真的看到很多的例子 是这样子 好 所以 你 你的孩子 有时候你不小心 一拉他就把他拉脱臼了 有没有 呵呵呵 那你要讲得出来 为什么 你讲不出来的时候 就很麻烦 OK 好 那如果 孩子被社工带走的话呢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因为他还看啊 然后就发现说 他要把 他觉得孩子在家里面 很不安全 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 如果那个 那个哥哥讲说 有 他有打我 你猜猜看 这社工会怎样 他有可能 两个孩子都会带走 因为呢 他觉得说 这个父母 就是你看这个小的 已经中一个大包了 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 生命危险 因为在美国呢 每一年有2000个儿童 死于儿童暴力 中国不知道啦 真的 可是美国不是很注重 哎呀 我告诉你 别的国家也一定有 只是我 没有做这种调查而已啦 嗯 嗯 嗯 OK 那基本上呢 当 当 像刚刚 我们这姐妹是 因为你不是每次来上课 你是哪一位 我这里有你的名字吗 有 宜君 OK 好 宜君 刚刚宜君讲了 我隔壁的那个 这样子尖叫 这样子吼叫 我怎么办 你可以报警 有那种 有 你报警的时候 基本上是 有那种叫做 Hotline Child Abuse Hotline 全国的 我给你们 National Child Abuse Hotline 1800 422 4453 他甚至有讲华语的 对 这是报警热线 全美国的 全美国的 National Child Abuse Hotline 还有华语的 1800 这个只是 这个孩子 在他们这个 暴警的上 Child Abuse Child Abuse Child Abuse 嗯 小孩 这是小孩 Child Abuse 有 也有妇女的 嗯 但是 他这个小孩 还有华语的 是1800 339 3940 这是华语的 40 OK 你去报警的时候 有一点很重要的 给你们提醒 你们是可以 匿名报警 他一定会问你 我可以有你的 姓名跟联络吗 你告诉他 No 电话会显示 但是你告诉他 不行 你不要 你自己去检查看看 我就有听到 你去检查 但是你告诉他 不要再跟我联络 你可以匿名报警 这是你的权利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也蛮好的 这样子的时候 等一下他说 谁告的 哈哈 哈哈 你是保护孩子 你是保护那个孩子 我曾经有一次去一个华人的大型聚会 在一个hotel里面 大旅馆里面 然后他的那个大厅 然后中间呢 我就跑出去上厕所 在这个女厕里面呢 我走出来以后 一个穿得很高贵的样子的一个女人 拎着一个小孩 大概四岁 三四岁 拎着他 然后把他 很用力的把他拖进去厕所里面 然后门锁起来 然后接下来我听到的声音就是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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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在干嘛 而且那个声音就像在打头一样 不是打脸哦 是打头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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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一直打 然后我在外面 一个坑的声音都没有听到 那个孩子连哼一声都不敢 你说这个孩子是不是被虐 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智慧 我也不知道说我需要报警 我觉得是别人家的事 几个人在那边洗手 因为不是休息时间 所以比较少人 但是他因为很大的一个旅馆 所以他的厕所是很大的 所以大概我们那里面 有三四个妇女在那边 最后有一个老一点的妇女 听了受不了 就去敲那个厕所的门 啪啪啪 Are you okay there? 他都不跟你回答 里面就没声音 没有啊 就不打 但是他也不跟你回答 他也不出来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你如果不去做这个报警的工作 那你这个孩子就怎样 就毁了 他被虐待以后 他长大 他也一样情绪不健康 这个整个社会都要赔上的 你打了没有 我就跟你讲 我那时候太年轻了 哦 你知道可以这样 没有啊 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报 你这个请教一下 他是在公共场所 是 公共场所是很大 他来的人都走了 或是怎么去处理 你就 就 就 就把他报警察 警察就来啊 然后你就是在那边 是华人啊 就是华人的聚会吗 不跟你讲吗 大型的华人聚会 两千人 一次两千人的聚会嘛 所以就直接很强制的 请他留下 对 因为他需要被 喝止啊 他需要去学 怎么样教小孩 因为这是整个社会代价的 我们只要有 有这样子的一个孩子 他以后暴力 或者说 有情绪不健康 整个社会是 有代价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报警 他来怎么处理 你走你的 你管他的怎么处理 但是我会告诉你 他会怎么处理 OK 如果是家里面报警 像我们刚刚怡君的 怡君吗 是 基本上呢 他报了 你报了以后 他一定会去 他一定会去看 他去调查一下 那 有经验的社工 基本上进去一个家庭 大概30秒 到2分钟 他就可以决定 这个孩子要不要带走 有经验的社工 他通常第一件事情 先去看厨房 为什么要看厨房 厨房 他还要看冰箱 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有没有东西吃 是都是过期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东西吃 还是乱七八糟 他也会看 所以家里要瘦干净 只是乱七八糟 然后他如果决定带走的话 社工有很大的权利 他可以当场决定带走 就算是 就算是礼拜五下午 已经都 大家都没有做工了 法院也没有办法 拿法院的令 他还是可以带走 他有48 hours emergency response 他可以在法院开庭以内 48小时 这个中间离法院开庭 48小时 就可以给他带走 比如说好了 我现在礼拜五晚上 我去一个家庭 然后看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孩子会有危险 然后我就说 好 我要带走 然后礼拜六 法院不开门 礼拜天 法院也不开门 剩下礼拜一 所以这几天 你都拿我没办法 因为我有这个权利 是政府给的 小孩 带去哪里 他带去 forster family 或者是emergency shelter 然后你只有24小时以内要赶快提出抗议 那你这个24小时 你还是被带走 你只有24小时可以提出抗议 不然你就要等开庭 开庭要多久 很久 所以像有这样子的人来找你的时候 你给他的建议 第一个就是赶快找律师 因为只有律师知道怎么做 因为你如果超过24小时 你就要再等 等到他 等到他法院 开始工作的时候 所以这就是儿童虐待里面的情绪虐待 是的 可是基本上比较难证明 基本上比较难证明 你怎么证明他们情绪虐待 对呀 但是是情绪虐待 就比较难证明 但是如果你愿意出庭证明的话 你会证明说 我一个礼拜听他们吵架五次 很大声 丢东西 骂小孩 虽然没有打 我愿意证明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告他 好 那被抓走 被带走的时候是Foster Family 然后呢 你可以请律师 然后但是你不能请 你不能替你的孩子请律师 你只能替你自己请律师 因为当你孩子被带走的时候 他的监护权是政府的 当然不一定啦 大部分是不对啦 因为你想想看有 但是他看这个妈妈是怎么样的妈妈 你要知道说美国的System 他们是要保护孩子 可是问题就是说 有时候Foster Family 良幼不起 所以其实也是很头痛的 那还有 不管什么样的家庭 真正是虐待家庭的孩子 被带走 他也想回家 他在家里面照三餐打的 他也想回家 为什么 我宁愿回家被打 因为是我不好 我乖一点就不会被打 我喜欢我的爸爸妈妈 因为是我的爸爸妈妈 这是我的环境 所以 那个孩子基本上被带走的 都会说 我要回家 所以 政府不会听的 一时激动嘛 对 我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子 爸爸回家 然后受不了那个 他那个孩子是有点那个 过动儿的倾向 他就一直吵 一直吵 一直吵 那爸爸呢 因为这刚搬过来美国 所以压力也很大 找工作啊 什么的 所以他就很气 结果就踢孩子一脚 踢了孩子一脚以后 结果孩子第二天送去学校 然后他就这样怪怪的 然后老师就问他 你怎么了 他说爸爸踢我 然后那天呢 社工就 就不让孩子回家了 就在学校就留着了 然后就叫爸爸来 然后就问 警察也问 你 你有没有踢你的孩子 他的孩子 这个地方就一个 淤青啊 肚子这里就一个淤青啊 结果这个爸爸就说 我没有 那更惨 更惨 结果呢 这孩子不能回家 妈妈赶快 emergency的去找 看看怎么样啊 然后终于 过了两个礼拜 孩子回来了 但是法官的一个条件 爸爸不能回家 要不然就是两个孩子 都出去 给别人带 要不然你就是 要不然你就是 爸爸出去 比如说 我就现在 可以让 可以啊 所以爸爸需要去上课 上我的课 所以我为什么知道 OK 爸爸去上课 然后呢 他不是上亲子关系 他还要上怒气 跟压力管理 然后我的那个课呢 是一记开一次 就是说三个月开一次 三个月开一次 因为我那是十二堂课 一堂课要三个钟头 我总要三十六个钟头 的课 三个月他要上完 还要再去上怒气 压力管理 再上三个月 总共就半年 半年以后呢 他就要跟社工 还有 法官 然后就去跟他们讲 我改变了 我知道怎么做爸爸了 那 如果你在那个 interview的时候 你还是火气很大 你为什么可以 把我的孩子 这样子扣留 惨了 你就再去上 你再去上一次 上完了 你知道吗 你的孩子 如果真的被带走 你有多久的时间 可以让法官跟社工 相信你已经改变了 改造 嗯 多久 你只有一年的时间 你要知道我这种课 不是想上就有得上的 我那三个月 你不能从中间插进来的 你一定要等我上完 我下一堂开什么 你就上什么 OK 对不对 那一年以后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你的孩子呢 是open for adoption 可以给别人领养 你自己不能领养 你这个孩子呢 变成open for adoption 可以给别人领养 那不然还有妈妈呢 嗯 还有妈妈呢 可以 就是你们两个都做一起不行啊 你要嘛 你们就是分开做 嗯 但是他 这些社工说他们没办法 因为他 当他去investigate 去调查 然后就发现说 好像没什么 结果这个孩子死了 只要一个case 他就内疚死了 他下次宁愿错抓 不要放你 有 我就跟你讲 死两千个吗 OK OK 那 这个 美国的 这个儿童虐待的条例 有一个叫physical abuse 是300A 这个就是你身体的虐待 然后呢 没有好好保护 是300B 然后呢 你情绪 情绪的虐待呢 是300C 性虐待 是300D 然后呢 嗯 就是他的法规啦 他会给你 给你开 你说你犯了什么法 然后 然后像说 free for adoption 我刚刚讲的12个月啊 那个是300H 然后还有 如果你是打了一个 另外一个怎么办 另外一个也有危险 是sibling abuse 如果说 只有这个是身上有痕迹 你另外一个身上虽然没有痕迹 但是怎样 也有危险 所以也可以一起带走 OK 还有什么 差不多是这样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啊 有没有吓到啦 是真的有这么严重 他不懂 他不懂 对 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可是如果他去讲 你可能不会有痕迹 是 我就有一个家长 他被判来上我的课的时候 他就说 你知道吗 我的孩子是陷害我的 他是 他是在那边跳沙发 那你知道这种窗帘 不是都有个线吗 他就那边皮啊 就自己在那边勾啊 然后跳下来的时候 就绑到啊 绑到就这样一条嘛 一条就乌清嘛 就乌清 那乌清了以后呢 第二天去上学 老师问他 你这怎么了 my daddy did it 开玩笑的啦 可是不得了 他的daddy就吃不完 兜子走 我是开玩笑的 可是我刚刚不跟你讲了吗 虐待受虐 真正受虐家庭的孩子 他也会反悔的 他也会说 没有我爸爸妈妈都没有 我讲 我说谎的 所以社会不知道 社会不知道要听什么啊 没有 我觉得 所以有小孩的 你要小心 你就要先跟他讲好 说 你要是真的被带走 会很可怜的哦 是 事实上他们去外面 真的是也蛮可怜的 然后他见不到 还有就是 为什么我刚刚跟你们讲说 那种受虐家庭的孩子 是这样子 你知道被殴打的妇女 也是这样 在美国有很保护 这些妇女 因为妇女就是 比较容易 对 是弱势族群 比较容易被打 夫妻两个打架 谁打谁 当然是男的打女的嘛 有没有女的打男的 也有 很少啦 哪里很少 因为有体力的关系 那个是男的 自己愿意挨打啦 男的女的 只要两个是 同样体重 不要说身高 什么东西啊 体重一样 男的还是比女的 有力气 因为上帝造男的是 有力气的 所以那男的是 自己怎样 愿意挨打的 大部分都是女人被打的 OK 被挨打的妇女 她们有shelter 就是给她们去避难的地方 那么这个shelter呢 妇女就会跑去 然后就给她有房 有床住啊 然后连小孩子都可以带去啊 然后给她们有counseling啊 然后甚至呢 她们愿意常住的话 可以帮她们看小孩 让她们去学一技之长啊 很多的service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这些妇女去到那边 没有多久又跑回家了 为什么 她还是想要回去 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个 受虐她会有那个cycle 她会有那种循环嘛 她喜欢那个感觉嘛 她走不出来 她觉得是自己不好 她自己乖一点就好 都是自己不好 所以她又跑回去 很难帮助这样子的妇女 OK 她们很多时候是需要 尽尽处出shelter 好几次才有那个决心 OK 连大人都这样 你要说小孩 那还有呢 那个 这个加州呢 这个 儿童保护局呢 每一天接到的这种 报 就是说 报案的 有 三分之一是 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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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哦 我爸爸妈妈打我 孩子自己 自己报 我有一个case 妈妈来上课 妈妈说 她的女儿 打电话去给这个 儿童保护局 说我妈妈打我到流血 我有血衣可以证明 他的血是 他的精血 自己把他弄上去了 陷害妈妈 为什么他要这样陷害妈妈 他妈妈说 因为我不让他去参加舞会 华人的啊 我都是帮助华人的啊 所以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为什么搞到最后会变这样 为什么搞到最后会变成这样 关系很重要啊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青春啊 我们先把这个 十二招啊 总复习一下啊 管教有方啊 父母呢 你要认清你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不要要求实权实美 要接纳孩子的独特性 发挥他的潜能 提供机会给他 要提升他的自我形象 然后注意他的全人成长 四个 哪四个 全人都要成长 然后呢 十二招哪十二招啊 身教 明确教导 优质时间 正面注意力 正确称赞 忽视 先财法 施压法 加规 暂停 奖励 体罚 能不用就不要用 哪几招是可以一直用 多多用 前面五招都可以一直用 多多用 但是从第六招开始 就是要少用 顺重使用 对 然后呢 十二招呢 尽量最好不要用 五岁以下 我会建议 可能可以 体罚 那我们刚刚讲的 刚刚讲说是那个 加州的恩典部位是屁股 然后呢 他们建议呢 是要用 用手打 加州的政府是建议用手打 因为他认为说用手打 手会痛 问题是男士 根本就不会痛 好 那 James Thompson呢 Focus on family 他是认为不要用手打 因为他说 手是要爱的 啊 他说呢 最好用别的东西 像用爱的小手 有没有看过 有没有看过那种爱的小手 他打那种塑胶片 有没有 然后打得真的很痛 啊 啊 那但是呢 但是事实上呢 只要你在他身上 留任何痕迹 就像那个刚刚Casey讲的 那个 那个这样 瘀青了 都不行 我有一个家长 他呢 孩子不吃早餐顶嘴 妈妈就 啪 就给他过去 然后就这里留着三 三道 然后还让他去上学 老师看到 不是问说 what happened 是说who did it 没有问他说 怎么回事 是说谁弄的 我妈妈 然后那天也是就要约谈 孩子不能回家 然后呢 case open 妈妈一定要去上课 嗯 如果他被带走的话 你要马上找律师 基本上他不会随便带走 但是 但是呢 如果说真的被带走的情况 要马上请律师 只是说减缓 就是说你还可以看得到 有时候 社工他连你的孩子在哪里的 forster home 他都不告诉你 因为他为了孩子安全 他不告诉你 你的孩子在哪里 你根本想看他都看不到他 社工可以处理 我不跟你讲说吗 他根本不需要法令 不管不需要法官的令 他都可以先把他带走的 他有48小时 的时间 也就是说 礼拜六礼拜天不算哦 然后礼拜一礼拜二哦 可以带走这么多天 他都不需要任何的 不能接近这个家庭 就是性虐待 我们刚刚讲了嘛 第三个嘛 给他暴露在色情 色情的情境当中 色情物件或是情境当中 他会讲的 然后老师 老师也都被训练得很厉害 你不要以为说 你打屁股 反正裤子穿着没人看 那个孩子如果做的样子 怪怪的 老师就会问 你怎么了 没有没有没有 看你他就会注意 然后他就会叫你到 那个Nurse那边去 然后就老师 跟Nurse就会叫他脱下来看 看看有没有受伤 OK 这样你们可以吗 有没有 有没有知道啦 以后要好好的 教育你的会友 好我们休息 好我们休息 好 他就会说 他就会认识 我好好的 他就会帮你 我好好的 我好好的 感谢观看